中文投资网美股诗盘网红达人召集令开始 你有多年的美股交易经验吗 你能言善道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吗 你是基本面的强者 还是技术面之王 欢迎加入成为美股网红达人 李王区 中文投资网美股网红达人召集令 报名为一 微信温柔王2016 下一个Jason Bren Wayle 就是你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 美股网红达人直播平台的飞行师Wayle 今天我来与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整个一个盘式情况 昨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标普的这个走路 早上滴开 然后直接滴走 这样的一个走势其实说是在意料之中的 因为在上周末的时候朝鲜突然宣布自己打出试验了一颗清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引起了一个整个国际社会的哗然 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的非常厉害 在当在隔天的时候我就看黄金这个期货已经直接涨破了1340美元的位置 奔着这更高位置就去了 因此我想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大盘出现这样的回落应该是属于意料之中的事情 同时盘中川普还又点了一把火 他生怕这个大盘跌的不够狠 还说这个要取消非法移民的一个保护禁令 简称的是这个DACA 还要把这个禁令取消掉 这样的话是加剧了一个科技板块下跌 也是导致今天大盘在盘中中挫的原因 标普的话直接从日内打到了2446 我从半小时图上所关注到的一个位置上是 在这一轮的行情中 虽然说他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大跌 但是这个大跌正好是打到之前支撑位附近之后就反弹了 今天的收盘点位在之前支撑位之上 也在从日线上的我们的50天线的上方 所以说这样的话算是给我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并没有就此出现一个大幅度的逆转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今天走的也是比较弱 但同样尾盘的一个提振 让他站稳在了这条支撑线以上 而且没有跌破一个短线的均线的支撑 这个也是就是说如果说市场之后没有进一步消息干扰的话 我竞向于是认为市场的依靠现在这个情绪的话还能出现上涨的行情 毕竟像上周的时候超限一颗导弹划过日本领空 大盘都顶过来了 这次炸一颗清淡可能还是有机会能够撑过来的 这个是我对目前盘面中的一个看法 另外我们要从板块的方面着手去看一下板块的波动 从板块的程度上讲的话 今天的市场里头领跌的板块是金融 金融这个板块是比较有意思的 从平均的板块的PE值就能看出来 金融板块本身蕴含的风险可以说市场 市场中各板块风险中偏大的一个 如果市场要是涨的话 它作为风险板块一般会领涨 但如果它要是跌的话 它也会作为避险的情绪的最先一个逃离的需求 而出现领跌的情况 今天不出意外在银行股跟保险业的整双双的拉低的情况下 金融板块出现了一个大跌 我们看一下这个SLF 这是金融板块的一个指数基金 它今天是一根大阴线直接刷下来 而且是确认跌破了之前的五线均线 这个是今天金融板块的行情 之后的话如果说照这个跌破区域往下走 它有可能还会去测试前期的一个支撑 这个是我们看之后金融板块能不能够在24这个位置上的稳定下来 然后今天市场领涨的板块就比较奇妙 领涨的是能源板块 能源板块的领涨 我们从这个盘面中可以看到 原油领涨的气氛是比较强的 同时天然气 虽然说今天日内天气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下跌 我们把目光转向大宗商品 就先从原油来看的话 原油今天是一路暴涨 盘中的涨幅是一度超过将近3%甚至超过3% 如果说我们从一个五分钟图形上来看的话 今天的这个上涨可以说几乎是一个单边上扬的行情 没有什么回调的余地 就这么直接就往上冲了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典型的空头回补的一个行情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市场因为做多了汽油 所以说交员们的采用做空原油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弥补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得到的这个信息是 德克萨斯州的两家原先因为飓风关闭的经验厂 目前已经恢复生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这个汽油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获利回土 我们看汽油期货UGA 它是在最近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获利回土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 原油就需要一个空头回补来把之前的对冲仓位给平掉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猛烈向上冲击的一个行情 之后的话我觉得原油可能还会在两片均线附近 也就是在48块5附近进行一个段时间的震荡盘整 如果说再有消息面刺激的话 就有可能会刺激它再上一个台阶向50进行迈进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天然气 天然气的话之前的短暂的突破了下三之后 今天在盘中突然迎来一个暴跌 这个暴跌原因我自己目前还没有查到 因为天然气在今天时候还没有信息 要公布它的最近的一个期货数据 它的今天的暴跌的话 就是原来的200天线的突破成了一个假突破 这个是我自己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 我更希望天然气能够是以一个真突破的方式继续向上走 那我们就要看天然气之后能不能够在50天线这个地方 起稳再出现一个回升的这样的行情 然后我们最后的我们还要关注一下个股 个股方面的话 我在这里提一个个股是迪士尼 迪士尼的话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它出现了一个巨幅的波动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 迪士尼如果说它能够突破103的位置的话 可以继续向上看涨 它的基本面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在今天大盘普遍下跌的一个情况下 它还守住了自己上涨的一个地位 可以说是一个逆风向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说之后我打算是在突破103以后 迪士尼拖跌了103时候 短线介入做多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说法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